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否会对拜登政府产生什么影响呢? 刘仲敬 美国政府能够发生的实际影响,跟它制定的政策的关系不如跟它执行能力的关系大。 川普政府修改的那些东西多半是只有方向性、原则性的东西,就是说没有具体实质操作细节的那种东西。 要等到实质性的操作细节,就是普通公务员能够具以进退的那些东西搞出来,具体化以后才谈得上真正的磁性。 而拜登政府的问题就是,它实际上是继承了川普政府时代,甚至奥巴马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的治理能力趋于瘫痪这个整体趋势。 它连川普上台的时候都有那个最初半年的蜜月期都没有想得到,所以它能够做的事情应该是非常有限的。 它会对川普制定的那些比较空洞的政策方向,制定一些操作细节之类的东西,实施具体化。但是实际上很难落到实处,因为要落到实处就必须要让总统和国会协调起来,让行政机构运作起来。 在川普时代已经比奥巴马时代严重恶化的国会瘫痪、驱使行政瘫痪、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之下,实际上它制定出来的东西能够落实的是不大多的。 大多数情况下,它会采取悬置的政策,就是等待共识达成、各方面的协调一致恢复。但是这个协调一致恐怕不会恢复,就是在最初的蜜月期都建立不起来的协调一致以后就更不可能了。 拜登本人是习惯于克林顿时期那一套老办法的,所以他本人的期待,按照原有的方式去根据原有的刺激和反应,接触到的信息进行,不要急于行动,等待一切水到其成。 这是他磨合多年老政客的经验,但是由于时代已经变了,他的期待这种环境永远不会回来,所以他采取的触法必然是非常被动的。 所以必然是暂时怎样怎样,暂时不怎麽怎样,暂时怎样怎样。在这种暂时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出现的就是瘫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过多的关注他制定的政策是没有什麽太大意义的。 好的,那现在拜登已经等于说上台了几个礼拜,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政策其实也是如阿姨所预期这样,就是有一些部分是继承川普的政策,那有一部分也是不一样,就是推翻了川普的政策。 那现在大家都还在看后续的发展是什麽。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今天的问题。那这个本周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新闻,就是美国的这个GameStop公司股票被做空的事件。 那事情是这样,就是美国上网络的乡民,也就是在这个Reddit的讨论区,有人发现一间连锁游戏的零售商,就是GameStop,被这个华尔街投机公司锁定,那被做空高达140%的股份。 那美国乡民就开始号召买进这间公司,也就是跟这个华尔街大俄门对坐。 那我们知道说做空,通常都是用这个高杠杆来操作。 那所以说如果被做空这个股票,他反而就是不跌反涨的话,那他们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那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有接近20美元的这个股票,到现在已经到325美元。 那所以等于说,乡民目前是取得巨大的胜利。 那中间也发生了就是,乡民主要的交易平台,这个罗宾探,禁止买入,就是禁止赏户去买进GameStop的股票。 那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就是说,是不是现在券商都跟这些投资公司站在一起,然后再坑杀赏户这样子。 那也包含了Facebook也无预警的关闭了这个GameStop的乡民淘汰的官业。 那到现在已经有对冲基金宣布遭受巨额损失,那这一次的事件到目前为止被看成是一个散户队或这些巨额们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那请阿姨评论一下,这个GameStop做空事件,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就是散户联手扳倒这个大恶的事件。 以及它是不是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金融秩序更加混乱的一个敌炮。 当然,这就是鲍威尔、川普和拜登合力执行的发钱政策所导致出来的。它本身是一个小小的波澜,很快就被人遗忘,但这肯定就是非常接近的未来,全球金融危机的预言。 这个就等于是,高层政治的尔虞我诈,如果进入基层,世界就乱了。世界能够维持得住,比如说宫廷可以有阴谋,太子和亲王之间为了夺敌而其他的你死我活。 但是,乡下普通人家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之间一般来说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关系。所以,亲王们之间的斗争不会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如果有朝一日,乡里面的邻居和亲戚之间都开始拿起武器开始武斗的时候,那么无论高层怎样,天下就要大乱了。 像这种事情就等于是,高层的金融技术进入普通基层,这是货币严重过剩,股市失去本来意义的一个征兆。 我们回顾一下,工薪阶级称为中产阶级是1950年代以后的事情,准确说是罗斯福新政以后执行二十年以后才产生的现象。 按照19世纪观念,中产阶级是不包括劳工阶级的。19世纪英国观念的中产阶级人数跟二战以后美国观念的中产阶级是不同的概念。 它的人数是要少得多的,领工资的劳工阶级完全不在中产阶级范围之内。 新政以后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把大多数领工资的工会工人,连同他们的机构,都网络进了中产阶级这个巨大的所谓橄榄型社会的中间阶段。 作为一个副产品,股票证券在中产阶级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但是当时的投资和投机仍然是严格分开的。 除非是专业的金融从业人员,普通的美国人不会进行投机,他们只会进行投资。 投资的时间线是很长的,经常是几十年,所以才会有一个工人买了IBM公司的股票,人家退休的时候翻出来一看,自己已经变成百万富翁这样的传奇故事。 也就是说,如果你买对了股票的话,那你就等于是该公司的老股民,但是你不会把这个股票倒来倒去。这样倒来倒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股市,大致上还是由公司业绝境的。这种现象发展到1990年以后,随着美国帝国化的又一个里程碑是柏林墙的倒塌。 美国以金融手段救治苏联留下来的烂摊子和吸收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劳动力过程的新兴国家进入世界市场,依靠的主要就是美元手段,使得美国变成了一个金融帝国。 而美国普通人收入的上升主要依靠他们所持有的股票诸如此类的正倦的资产,而不是依靠他们的直接收入。 因此,到九十年代以后,美国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是有不大靠谱的概念,因为它是只按收入来计算的,不考虑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 也就是说,按收入计算的中产阶级,几乎人人持有股票,他们的半数财产放在股票上面。 因此,股市的升降直接关系到统计数据上,他们还算不算增长阶级,他们自己将来的未来前程是上升还是下降的这一点。 没有股票的美国人基本上就是属于日本所谓的下层阶级或者次品阶级了。小康之家基本上人人都持有股票。 而这时候的股票不再基于比较缓慢发展的,像过去的IBM公司那种公司业绩之类的东西,而是取决于美国对世界的金融政策。 直接了当地说吧,美国半数以上的中产阶级人口以帝国统治者的姿态借华尔街之手收入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这个不成文的阶级默契,是冷战后二十年世界秩序能够顺利运展的关键所在。 华尔街捞了很多,但是普通的买股票的散户也是有收入的。这就是为什么突然在1990年以后,股市的生涨跟总统大权挂钩了。在这以前,这是没有这样的事情。 1900年的新经济政策泡沫摧毁了民主党的本来大有希望前途。从后冷战时代的角度来看,克林顿总统聪明绝底仅犯的都是一些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的小错误。 而奠定美国高科技行业和美国金融霸权基础,按说应该像弗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稳达稳达地拿下几十年江山,但是就是因为它制造起来的高科技股票的泡沫,把小布什在很显的非常接近的情况下送进了白宫。 这是股票价格升降,直接影响到大选的第一个范例。而奥巴马的2008年纪念危机,这是动员全球资源来救场,来保护它自己的改革路线。 所以,川普非常害怕股票下跌,一定要逼着美联储放水,让股票市场上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股市下跌,那么千家万户,所谓结结实实的中产阶级,立刻受到直接损失。股市上涨,他们立刻就得到直接利益。 但是,这也意味着中产阶级本身就已经泡沫化了。这样造成一个互动就是,二十一世纪最初二十年,美元供应的速度打破了自有美元以来的历史记录,然后这个历史记录又在2019年以后再一次地被打破了。 最近这五年放出来的美元,比1960年以前放出来的全部美元还要多。而美元是中祖国货币,所谓的风行草宴,美元的放水必然引起下跌货币和竞争性货币相应的放水。 所谓竞争性货币主要是欧元和日元,它们不是世界货币,但是它们也占为一个跟美元一样的,但规模比较小的收割区。 我们要注意,这个收割区的存在就是将来经济区域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欧元有它的中东非洲收割区,日元有它的东南亚收割区,这都是历史积累起来的,由它们的前身货币在过去殖民主义秩序时期长期积累下来的秩序。 尽管美元可以收割全世界的货币,包括欧元和日元,但是例如在中东、在叙利亚这种地方,通行货币其实是欧元,尽管美元也跟欧元并行勿主,但是欧元还是有一定的地位,它们就相当于是法兰西国王下面的勃根地公爵,而不是纯粹的依附者。 如果美元的霸权崩燃,你可以想象那些刺激的诸侯就会变成独立的经济区,因为它们本来是有这样的底子。 而冷战的胜利以克林顿总统的贝尔格莱德战争为重要标志,暴露了欧洲的无能。 美国对波斯尼亚或者任何地方都是毫无利益可言,支持或反对一方或任何地方对它没有好处或者坏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有密切关系,法国对塞尔维亚其实也是相当亲善的,而德国则是克罗地亚人过去的和现在的太上皇。 而德国首先以单方面的行动,迫使欧盟承认克罗地亚的独立。欧盟本来还等待,但是德国自从战败以来很少有的武断外交制造既成是实的,单方面承认,迫使欧盟和其他国家跟进,打了欧盟一个耳光。 然后在塞尔维亚拒绝服从以后,暴露出没有战争能力的欧洲各国等于拿省的情况之下,克林顿总统突然跳起来的旧场。 他发动这场战争不是为了跟塞尔维亚有仇,而是要教训一下欧洲人和俄罗斯人,没有美国人你什么都不是。事情是欧洲人闹大了,事情闹大了以后你不能收场一条美国人的旧场,你以后就再别提了。 就像是莫索尼尼进攻希腊。莫索尼尼本来最初还以为,最初的时候他说他是希特勒的老师,希特勒是他的晚辈,希特勒的东西都从他那里学去了。 然后后来他说他是希特勒的盟友,平起平坐,但是都是空架子。等于希特勒很少法国,打败了老牌强国法国。 而莫索尼尼的大军打进希腊,却连小小的一个希腊王国都搞不定,不得不向希特勒求援的时候,事情就已经很清楚了。 泡沫中维是泡沫,意大利的基本盘只配做德国的附庸国。不要说是德国的导师了,就连德国平起平的盟国都没有资格。 南斯拉夫战争暴露的是什么呢?美国人向左的一记耳光打在了俄罗斯人的脸上,让俄罗斯人记住,你无论说什么都是拿省。说了很多话以后,你不敢援助塞尔维亚,从而暴露你真正的实力。 右手一记耳光打在了欧盟的脸上,你他妈自己闹出来的事情你收不了场,还要我来替你收场。 这两记耳光打下去的结果就是在金融市场上把东欧变成了美元而非欧元的附庸区。这跟欧洲人在柏林乡倒塌时的计划是完全相反的。 波兰和东欧国家完全倒向了美国,就像今天的乌克兰一样,他们的货币和前苏联链残留的企业资产变成了美国人的战利品。这对于法国人和德国人来说是极其痛苦的。 按照欧洲的政治传统,罗马尼亚本来应该是法国的殖民地才对,乌克兰本来应该是德国人的殖民地才对,但是他们现在全都变成了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根本原因是因为欧洲人在武力上挺不起来,美国人看着他老资格的份上,欧元还有自己的地位。 南斯拉夫战争也是促使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刺激因素。欧洲人的幻想,这方面主要是法国人的幻想。欧洲之所以这样被美国侮辱,这样的无能,是因为我们太巧了。 但是欧洲人如果团结起来的话,人口比美国还要多,怎么才能跟美国平平平坐。但是实际上,欧盟组合起来以后,变成了一个现实版的神圣罗马帝国,整个政务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经济上变成了德国中央银行的俘虏。 而德国中央银行用贷款和德国货物倾销的方式,轻而一举地摧毁了南欧各国的产业体制。现在大家都已经忘记了,1987年的时候,意大利的经济曾经比英国和法国做得好。 但是这也是泡沫的,历史根基是很难改变的。历史上,英国人和法国人一直是巧评意大利人的。 但是冷战时期制造的和平,使意大利人短短由美国人替它弥补了。它只需要制造经济泡沫,于是菲亚特一度是世界名牌。 意大利的经济比沙切夫人执政以前的英国经济和密特朗时代的英国经济和法国经济要好得多,1987年的意大利比英国和法国更上的欧洲之心。但是这就是所谓的发践袖腿打不了印象。 欧盟一旦统一,就是意味着全欧洲都要有另一种形式,面临着他们在1914年和1939年曾经面对着可怕的德国。看看是谁经不住德国中央银行的一级组合权,首先倒下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 西班牙倒好,本来就不怎么行。意大利可是当了至少是十几年的世界经济新秀,然后今天变得跟在八十年代不可想象的,跟西班牙和希腊算起来的同一个阶级。 这就是欧洲重新组合的结果。欧洲重新组合并没有恢复欧洲的金融霸权,它只是在吃它的历史老本,英法在非洲的殖民地,还有英法德帝国主义在中东的长期经营。 所以,叙利亚和尼日利亚或者乍德仍然有欧元的半壁江山。它们可以说是欧元和美元的并行区。如果美元霸权衰退的话,欧元应该还能够在中东分到一部分。 美元的放水迫使欧元进行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导致了今天欧洲各国的主权债务冲天。像意大利在这方面又是一个典型的欧洲病夫,它的国家债务早已经超出全国的偿还能力,而它并没有一个帝国可以来支持。 它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事实上它攀住欧元的大头,把本质上也是由于德国人造成的瘫痪状态,倒扣一下,扣到德国人头上。 笑话中所谓的,一个葡萄牙人和一个意大利人借了钱,请问由谁来买单的?答案是,当然由德国人买单。 德国人不买单,那么德国货物在南欧的市场就不能保护,那么德国人挣到的钱就要通过欧盟的债分配机构送到意大利去,救济那些因为德国产业和德国银行家放款政策而垮台了意大利产业留下的功能。 而同时,政治经济相分离,政治上意大利出现右翼民粹主义者上升的势态,右翼民粹主义者坚决地高呼,退出欧洲,比川普教主还要强。 但是这跟川普不一样的就是,他们退出不了欧洲。如果退出欧洲的话,并不能恢复到加入欧盟以前的状态,而是使意大利人现在依靠欧洲得到的救济也没有了,意大利国家会像希腊一样马上破产。 中左派的经济技术官僚不得民心,但是奄奄一息地泡在德国人身上维持意大利人民的生存,而意大利人民却痛恨他们和德国人,在选举中一再把要求退出欧洲的政党送上政府。 但是他们一旦掌握了政府,就会像专家一样发现,退出欧洲的不可行性,于是采取苟且政策,然后又因为苟且失去民心,再被选民感染。 于是选民又犯上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另类右翼政党,这就是最近二十年意大利政治的实质。 这些都是由克林顿总统的南斯拉夫战争和金融帝国政策导致的。 他们背后的本质就是,依靠美国军队刺刀支持的美国金融业教训了所有可能的竞争货币,把他的泄洪去扩大了全世界。 然而他的泄洪政策又引起了类似货币,主要就是欧元的竞争。欧元也在自己的小泄洪去进行泄洪。 当然,最倒明的就是那些纯粹的医护货币,像墨西哥或者土耳其。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很多货币是完全依赖了美元的。 例如,厄瓜多尔和柬埔寨市场上的通行期就是美元,本国的货币根本没人看的。土耳其和匈利亚一样,欧元和美元通行无助,而本国的货币并不自权。 在美元和欧元放水的持续下,他们的货币是一切千里或者根本失去意义。附庸货币的放水必定会超过中主国货币的放水。 因此,最近二十年的黄金时代,所谓的黄金时代其实是一个预知性的时代,是一个吃老本和预知未来、吃子孙饭的可怕时代。 各主要大国的债务在这个时间都出现了冲天涨的趋势。美国还算是比较健康,比起意大利和欧洲也比较健康。 但是意大利和欧洲,比起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以及被输出美元的繁荣所诱惑,冲进世界的南非、巴西、中国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的话,情况又是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笔债要由谁来还呢?唯一是不可能的就是,由将来的技术进步和将来的人口增长造成的消费扩张来还。 克林顿总统的计划显然就是,这些政策将全世界的人才吸引到美国,在美国培养高科技产业。 美国代替前世线发展基因科学,代替全世界发展医疗开发,同时所有高风险的高薪技术承担风险收入。这个前提才是你欧洲人可以安心搞健保的原因。 你安心搞健保是因为你不用承担高风险、失败率很高的医疗开发,这些事情由美国人承担了,所以美国人就不能有全民医疗保险。 这些事情都是不能由美国国内因素解释,而是必须由全世界全球化因素才能解释的现象。 当然,如果有朝一日,这些支持因素无法维持。例如,恳顿经济所必须的一个条件就是,世界经济不断扩张,原来根本不买任何洋货的全球半数人口,稳定地、持续地将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多的消费者投入世界收场。 但是,这个条件其实像加塞基和罗马时代的科学橄榄油种植园一样。它的前提条件是,种植园主要不断地有便宜的新奴隶输入种植园。 如果劳动人口只能缓慢增长或者维持平衡甚至是下降的话,这样的体制就会自行崩溃,被封建制度所取代。全球化即使是一种高科技奴隶制,就体验在这一点。 它所假定的那个无限供应的第三世界劳动力很快就供应不上了。当然,并不是说劳动力供应到极点,而是说各国的社会限制使得,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如果接受到毛泽东市场,打倒三座大山的丫头,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劳动力一定可以暴增。 印尼一定可以成为跟中国和越南平起平坐的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大国,但是穆斯林和印尼传统宗教部落长老的存在阻止了这件事情发生,使普通妇女只能有三到五年的工作时间。 这个工作时间安排保证了印尼的高生育力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也使得印尼不会像是中国和越南那样能够为美国提供廉价商品和为华尔街提供巨额的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工薪阶级不知不觉之间,自己变成了华尔街的外围。 他们的利益主要不依靠自己的工作能力,也不依靠自己所就业的公司和地方的经济发展,而是要看美国军队和华尔街在全球布局进行经营的成功程度。 川普时代开始的大放水,这个就像吸毒一样,你尝到了好处而没有得到明显的坏处。准确说,坏处还没有来临,坏处被波散到世界的外围。 具体地说,主要承担成本的就是满洲下岗工人这一批,正如中国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他们的痛苦为了对保证少数人的信徒很有必要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他们的痛苦来支持的,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要由中国贪官跟华尔街合作送到美国去,滋润美国的高科技产业。 这就是全球化的基本布局。中国的996为这个全球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印尼的穆斯林小姑娘和印度的总性质的村庄长老们则妨碍了这个伟大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川普大量发钱,同时失业力急剧上升,使得美国工薪阶级变成了罗马面包与经济时代那种只管消费。政府给你发钱是让你买东西。买东西是为了维护美国市场的购买力。 美国市场的购买力垮台了,那么全世界经济发展了,火车头就停止运转了,整个世界的经济都要崩溃。但是你不工作而得到的钱,向哪里去呢?怎样才能挣钱呢?当然是股市了。 尽管名义上,发钱是人均发放的,甚至可能是向下倾斜的,但是经过技术折腾以后,大量的剩余资产必定要进入股市。这就使股市变成了投资性股市。 在艾森豪威尔时代还分得很清楚,长期持有的投资股市和短期套利的投机型股市不再有区别。 传统上讲,投机型的股市是金融专业人员才干的,普通人根本不干。但是现在普通人有了布劳尔获的闲钱,而且除了进入股市以外,我的公司是为了配合国家的抗击瘟疫政策而自动关门的, 而国家保证我不用干活,就能拿到钱。那么我唯一挣钱的办法是什么?当然不是去找新工作或者在原来的单位再干出什么成绩,而是到股市里去炒一炒吧。似乎大多数人都能赚钱,连我这个外行都能赚钱,对不对? 在货币超量发行的时代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傻瓜也能赚钱,外行也能赚钱。 因为总体发行的货币又直升飞机运导天下,从天上哗啦哗啦地掉下来,你只要及时地把碗举起来,总有一些货币会掉到你的手里面。但是你也会正确地发现,大多数货币都被那些金融寡图拿走了,你只是分到自己小货了。 你自然以为人的性质就是这样的,我不断地小赚,自然以为我是很牛逼的,债段上也可以。如果碰上货币收缩或者金融波动,你会赔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大多数人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于是,大多数金钱就进入股市。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家所谓的农中之虎。 农中的猛虎就是超量发行的货币,它们被吸引在股市当中。如果它们从股市中冲出来,那就会造成生产和流通行列的大混乱。 散户打机构之间的事情,严格来说是不大可能成功的。这种差不多就像是你自己给自己开药,不去医院的一样。成功是侥幸,正常就算是不能成功的。 如果表面上成功,实际上是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货币太多了。散户手里面有了太多的多余货币,而股市在美联储的支持之下和全世界各大经济体极力放水的支持之下进入了一个傻瓜都能赚钱,跟经济的基本面完全脱节。 感谢大家见贯币。 感谢观看